大家好,欢迎来到刘姐厨房,我是刘姐 今天用粉条搭配两个鸡蛋给大家分享到美食 很多人没有吃过 而且这样做出的粉条,非常的好吃的味儿 一起看看我是怎么做的吧 首先准备一把粉条,放入大碗中备用 锅中烧水,水开后下入粉条 粉条预热后就会变得很软 然后用筷子搅拌一下,把它搅拌均匀 完全浸泡在热水中 收火,盖上盖子,浸泡3分钟 再取一个碗,打入4颗鸡蛋 然后挑出两个鸡蛋黄 放入一个小碗中 再把它搅散 然后再加入一勺红薯淀粉 搅拌均匀 搅拌成粘稠的火状就可以了 搅拌成这个样子就可以了 放在一旁备用 再把剩余的鸡蛋打散 打散后放在一旁备用 下面再来切一些配料 准备一块生姜 先切片 再切丝 然后切成姜末 切好后送入盘中备用 再准备一把小葱切葱花 切好后收入盘中备用 这时候粉条也泡好了 办法控水捞出 放入大碗中 再用厨房碱给它剪成小段 然后再浇上鸡蛋液 再给它搅拌均匀 搅拌均匀后再给它调一下味 加入一勺13香 一勺花椒粉 一勺盐 一勺鸡精 再把葱花姜末加进来 然后充分的搅拌均匀 搅拌均匀后 再分次加入红薯淀粉 加入淀粉不好搅拌 带上一次性手套 用手给它抓拌一下 抓拌均匀 搅拌成这样粘稠状态就可以了 再准备一个容器 铺上耐高温的保鲜膜 再把调好的粉条倒进来 用手给它按压平整 然后再浇上蛋黄糊 再用铲子给它涂抹均匀 锅中水烧开 放上调好的粉条 盖上盖子蒸30分钟 30分钟后收火 打开盖子 哇太香了 看上去也非常的漂亮 然后用夹子把它取出 放到案板上 放凉一下 放凉后给它煎一下保鲜膜 然后倒扣在案板上 再煎掉保鲜膜 按压一下 特别的抠坦 闻着就有一股浓浓的葱香味 特别的香 再把它切成自己喜欢的形状 然后摆入盘中 这样美味的粉条就做好了 软乱扣坦 营养无味可以直接吃 也可以占着料汁吃 做法简单 如果你喜欢就收藏起来试试吧 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点赞 关注 转发 点我头像可以看到更多美食视频 我每天都会发布多样的视频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